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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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困难的 事实上受压禁镜 就是禁止接见及通讯 就是隔间你跟外面的讯息 那个积压房 以前谁送去没有人知道 看守所一般来讲 哪有给你送到外面的借户就医 借户就医很困难的 你要在看守所里面 无法处理的医疗问题 非要借户就医才能解决 才送的 所以你说打点滴在看守所就能打了 不用在医院打 当然能打啊 我告诉你 灌石在里面都可以灌 插个鼻尾管在里面有病射啊 台北看守所里面有病射啊 一般人给你弄到病射 绑起来灌石有什么困难 穿素衣啦 穿素衣 所以这是很简单的 那你把它借户就医 当然陈克北是名人嘛 黄任宗 蔡陈舟 那情况是不一样喔 蔡陈舟是到 他们不够有名 不是不够有名 蔡陈舟很有名 但是那时候没有人抗议 没有人抗议 所以蔡陈舟我不是讲过吗 送到台北医院 因为我一个同学在那边当医师 那蔡陈舟那时候实现案很大 他打个电话给我 欸 蔡陈舟送到我们这里来 我说送到医院干嘛 他说我们这里有介护的病房 我才知道台北医院有一个介护病房 要不然我也不晓得啊 我知道 蔡陈舟的律师不够静责 没有跟郑文龙一样 所以这种情况下 黄陈舟也是因为病到实在没有办法 不送到那里介护就医不行 你看 蔡陈舟送到那里介护就医 后来不行 出来死了 黄陈舟也是 在那边医了 最后不行 出来也死了 陈水扁这种送到台北医院这里 是原首级的礼遇啊 我想不是有名 没有名的问题 我想关键是在于说 他其他的名人手下没有很多的立法委员 当小弟小妹 那陈水扁那毕竟是在政治上 算是大哥级的 所以底下有很多小弟小妹 是当立法委员 那这几个立法委员 对手互相剖析 我很少看到一个党主席 各党导致都一样 面对民进党目前这么艰难的困境 那蔡英文他处理当然有很多的失误 可是一路看来的话 我看他的政治技巧越来越成熟 很多人也许看扁他 可是我看他的处理的过程里面 越来越细腻 他成功这么大的批评 他还是能够这么巧妙的处理 我想他国民党竞争对手要小心 他今天会讲说 讲得你好像很想加入民进党 不是不是 我跟民进党从来就是很对立 不管是意识形态政治立场 国民党里面像我立场这么坚定 也找到几个人 找到几个人 但是你一定要很客观地去看说 你的竞争对手是怎么 对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做回应 我想想说 国民党里面要是说 面对这么大的困境 国民党的领导阶层 有几个人表现会比他好多少 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斟酌的 那这个所谓的 从暴力小英 他把他解读自己 从抗暴小英 然后对一些 莫名其妙的很好切割 你看为什么 像苏之芬他先任现长 他还要再选 所以他给他的声援力道就很大 那陈明文自己已经不能再选 他连任过一次不能再选了 但是他的派系也能让他很扎实 那这个以党主席要去把 穩住他的正脚 他用什么样 那陈水扁基本上已经是日落西山了 他想像辉文讲到选2012年的总统 那两个来夹一下 那两个来夹一下 你别想太多 董事长你是说 蔡英文把他们分得很清楚 素智芬是A咖 基本上他是个党主席 陈水扁是B咖 他一个党主席一定是从政治角度在做判断 所以他目前散的也过巧妙的 我心里不安 我根据心里不安去看他 那要求他们半晚退的人改变议题 讲司法人权 像中英兄讲的说 把他提高到很高的高度 那不管他怎么样 他操作的慢慢去成熟 所以他不是党不值得压 他已经顺势在超这个盘 所以国民党的政党 我们的政党都要很小心 押不扁的白玫瑰 我要对蔡英文主义说 如果是你的敌人在肯定你就要小心 破人就是害人要听得有 你跟你害人我跟你说 你还听得起 你不要以为你疼你就好 破人的害人 我说一次 台湾人说 正完 正完和正完 我没有反应 我没有反应 就是政党的制裁 你是说你们也要面对这个状况 你这样讲吗 总统不高兴 这么艰困的困难的环境 比如我们马英九先生当主席的时候 也面对这个时候的特别会的时候 我看我们这个党内很多人的稳定度 其实未必会比他好很多 我坦白讲是这样子 其实这是一个秀 蔡英文今天去板桥县议院 这是一个所有的事业都表演事业 他在做表演 其实他如果说他成熟 那是演技越来越好 越来越像专业人士 我想蔡英文哪一天 因为看到梅光丹都开始笑 哪一天他半夜打开冰箱 看到小灯泡 蔡英文都会笑 这个民进党这是泥沼嘛 起那个厂 蔡英文你又露锅又烤你去了嘛 这些是贬系很典型 我看到特别是贬系而已 就是那些不分区立委 或是党内初选 要现市场有求于阿扁的 就这样而已不是吗 就那些人也是民进党少数嘛 掃钱你就带他 掃钱你就感冒 这样这个党主席 我觉得没什么妥当 你看台独大佬 孤宽敏 黄坤虎 我随便举了都举不完了 花姐 阿扁不好了 第一点 哇 台积大条 贪毒案被起诉 证据非常明显 第二点更现实 夫妻没夫妥 台独大佬花姐 阿扁利用结果结束了 利用价值结束 生意价值结束 这才是 蔡英文说 人情之常 这是最现实的 最势力的 但是蔡英文说 人情之常 那我们要请教 那法律呢 那理性呢 那贪腐呢 你不能指什么都谈情嘛 對不對 不是李秀玲说 他心都碎了 我都怀疑他真是真是假的 对不对 那怎么比较他呢 在红三军的时候 他跃跃欲识 希望夺得大卫不是吗 全天下都知道嘛 对不对 我是希望民进党 我们还是 因为把你当政党政治 希望你做好 请赶快脱离那个泥沼 亚历三大看到一个麻绳 上面张碍也不知道怎么办 解不开 亚历三大就把它切断就好了嘛 戈登节把它切断 你现在就是 怎么切断这个阿扁节嘛 你切不断 每天 这断了 你跟他 施手伸进面尾堆 断了尬 就因为甩不开嘛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是这样 我跟郑英雄不一样 我是真心希望你民进党好 他讲真假笑 那你一直都是坏心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真假 但是我是真心对你说 赶快脱离陈水扁的泥沼 对你民进党才有帮助的 你看 近见 近见蔡英文他又见不到 昨天民进党的五位立法委员 去医院也见不到阿扁 那蔡英文他为什么他要去 各位想想 这个里面 难不成真的是有派系因素吗 我的看法是说 蔡英文现在根本是被这些人给绑架 那这些人大概是民进党的多少呢 大概 我们稍微算了一下 大概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选票 是支持民进党里面的三分之一的选票 那这里面就非常吊诡 我相信 就是说从谢长廷到蔡英文 包含谢长廷 我们都跟他讲过 民进党三分之二的民意支持你 你怎么会怕三分之一的陈水扁 我说我们百思不解 结果他透露了一个关键 他说三分之二执不了正 但是没有这个三分之一 他绝对选不上 一个执不了正 一个选不上 那他们考虑的 那我觉得蔡英文是在考虑 一个执不了正 一个是选不上 那这两个你加起来 他看阿扁 他主要是给民进党里面 三分之一的群众的一个交代而已 给他们交代就是 这个就是政治上的关键 像我在党内 我经常跟我们同志讲 不管对中国共产党 对民主进步党 一定要在战略上要什么 要高估你的对手 要再低估自己 然后在战术上 一定要看到你对手的优点 要看到自己的缺点 所以如果从这种眼光的时候 你去把这个蔡英文 贬到一文不止没有意义 一定要看出说 他的困境里面 有哪些东西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说 有够厉害的地方 所以你看蔡英文 在处理这个贬系 他实际上贬系 已经群容无所了 他只是说 安抚安抚以后 把他收归为 自己未来指挥的一个对象 我想在这里面 你要看出这个关键是在这里 不过我们差不多最新的讯息 蔡英文今天 应该是不会去看陈水扁 为什么临时 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呢 是不是刚才听了 胡忠信胡大哥的一番话 觉得不应该去 今天这个律师郑文龙 又跟陈水扁交不出业绩了 今天没有蔡英文 昨天还有五个立委来看 去就没完没了 拖拖拖更惨 我跟他 只是今天不去 还是会去的 尤其是22号的晚会 我想不出什么理由 蔡英文不去 就舒志斌跟陈水扁可以挺 为什么陈水扁不能挺 他现在已经改名字了 说不是听扁大会 人权晚会 他不愿意嘛 今天蔡英文在台中 这个记者问他说 你要不要参加听扁的晚会 蔡英文说 你怎么知道是挺扁 蔡英文说 你要自欺欺人说 我不是挺扁 那你还是去好了 就是 为什么在这个 陈云林那个事情 原山的事件之后 联合暴作的民调 蔡英文的不满意度这么高 为什么 看不看手嘛 就不用听蔡政远 用政党的角度做分析 那个跟我们民众没有关系 我是要告诉观众朋友说 你认清那个政治人物 他的 他的格调在哪里 他就是这种 他今天已经不去了 不是 他今天已经不去了 他今天已经不去了 你听我讲 他莫名其妙就 在没有看到任何状况之下 他就跑去挺陈明文 他就跑去挺苏智奔 为什么 我民政党的 就像各位谁败分析的 这个要连任的 这个要选战要操盘的 这有利用价值的 蔡英文就去挺 所以念台大法律系干什么 就没有什么用 就说我就是要挺 我也不用看起诉书 我也不用什么 我也不用问律师 我就是选要挺他 蔡英文就是这种货色的 这种水准的政治人物 他是政客 他不是法律人 他只是法律系毕业 念到博士又怎么样呢 没有什么水准啊 他说我党同法律 我就要挺啊 他真的关心司法人权吗 他不知道说办万人晚会 对云林地检署第一方法院 对嘉义地检署第一方法院 有影响吗 他知道啊 我还是要办啊 我就是要办 不然你是怎样 他可能真心觉得这个司法人权 受到危害啊 对啊 可是你在强调这个 这部分的时候 是不是你们 民进党办的这些活动 包括这个 陈明文的太太办的 好 蘇智芬她们那些家属办的 间接也影响到司法 你为什么不提呢 我发觉到 广告系出身的陈慧文 法律常识比蔡英文还高 我觉得这个 就是对嘛 就是要这样讲对啊 就说 你蔡英文今天的 举手投足啊 如果哪一天不知道多久了 民进党在执政了 国民党人在监疫里面 也有人啊 他如绝食 我也会反对 我也会反对 这到底是一样的 就说 既然有体制 有一个体制内 就寻体制去抗争嘛 就 你有整个检察官有三审制嘛 那判 打游戏规则都没话讲 在一个民主法治社会 透过体制外抗争 不要说不足为性 公权力都应该马上制止 我是站在一个海德公园 大家去 自由观察 围起来 给你拉没关 只要背包你给你讲 信材共同没关 但是 我说在监狱啦 或在医院啦 那种地方 其实你要想 你在那边长期抗争 你在板桥医院 那么多病人 对他们多大的伤害 对多大的精神耗损 我觉得 是不是这一点都要把它 它评估在里面 好 明天进广告